下面我们学习第十节所得税会计相关的合并会计处理 我们前面学习了有关合并财务报表在编制时 对于企业集团内部发生的内部交易 需要编制调整分路抵消分路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站在企业集团的角度 要考虑资产负债它的扎命价值 与计税基础两者之间是否有差异 如果有差异 我们要确认相应的地缘所得税资产 或者是地缘所得税负债 比如如果有产生可理扣暂时性差异 我们要确认地缘所得税资产 如果产生因拉税暂时性差异 还要考虑地缘所得税负债 下面我们分几个问题来讲 一个是应收款项所得税的处理 第二个从货涉及所得税的处理 第三是孤零资产涉及所得税的会计处理 那这一块呢 我们就直接结合教材的例题来理解 看教材53题 甲公司为A公司的母公司 甲公司本期个别资产负债表中 应收账款有1700万元 为应收A公司 它的应收账款 账面余额是1800万 会占准备是100万 那就对了 报表上是按账面价值 1800减去100 1700万劣势的 在A公司资产负债表上 它劣势的应付账款 它是1800 那是对的 没有问题 对这边是1800 甲公司那边应收账款余额 账面余额也是1800 另外所得税税均为25% 好 那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是涉及到我们内部债权债务的底销 企业集团内部债权债务底销 我们前面学习过了 第一步将企业集团内部的应收应付底销掉 兼应付单应收金额是1800 第二步 要将各别报表商 某公司各别报表商 它的应收账款 具体的坏占准备底销掉 因为应收账款都没有了 哪有什么坏占准备呢 是不是 企业集团内部应收应付抵消掉 所以坏占准备也应当抵消掉 编制一个个别报表商相反的分路 借应收账款坏占准备 带信用钱的损失 好 这些都是我们前面学习过的内容 如果这道题不考虑所得税 我们编制上面两笔分路 但是如果这道题要求我们考虑所得税 我们还有下面这一笔分路 借所得税费用 带DN所得税资产 问题来了 这笔分路我怎么去理解 我们先不想这个问题 我们先思考一下 个别报表 假公司如果考虑所得税 它有哪些分路 一起来看一个版书 我给大家写了这么一个提示 这个问题搞清楚了 个别报表的问题搞清楚了 合并报表怎么抵消 那就很好理解了 在个别报表上 假公司既提了坏战准备 借信用减的损失 带坏战准备100万 没问题吧 同时 因为题目要考虑所得税 那我们前面学习过了 站在假公司 个别报表角度 既提了坏战准备 那其实这笔应收账款的 粘便价值 还小于 它的计税基础 计税基础是前面100万 粘便价值是1700万 那么就意味着一个问题 产生了可理扣 暂时赢差异 那就是我们前面 在索得税那一站学习的 假公司 既提了坏战准备 产生可理扣 暂时赢差异 你要确认DN 索得税资产 借DN索得税资产 可理扣赢差异 100万 乘以25% 乘以25% 这样就算出了 DN索得税资产的金额 是25万 代方都在索得税费用 我们前面给大家说过 坏战准备 重阔跌价准备 固定资产减减准备 只要资产发生减值了 单纯就资产减值 这个事情来说 那归纳一下 有这样的规律 都产生了可理扣 暂时赢差异 所以要确认DN索得税资产 好了 你把个别报表这个问题搞清楚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合并报表上 在合并报表层面上 认为没有应收账款 应付账款需要抵消掉 所以呢 坏战准备也应当抵消掉 你没有应收账款 哪有坏战准备呢 那么问题又来了 你没有坏战准备 哪有DN索得税资产呢 是不是啊 也就是说 你个别报表上 这个坏战准备抵消掉了 那DN索得税资产也就不存在了 所以呢 这笔分路 其实是个别报表的相反分路 所以 真要是考到 所涉及所得税的合并报表的题目 一般的条件 一般的就是业务 我们其实并不难的 比如像应收账款这个问题 那就很好理解 其实我们做的题目啊 大差不差的 就是这么一个套路 第一步 应收应付抵消掉 第二步 坏战准备抵消掉 第三步 把原来个别报表上 确认的DN索得税资产 从相反的方向冲掉 就是这笔分路 相信大家能够理解这个问题了 好 这是有关应收账款 应付账款 涉及索得税的抵消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三个标题 那就是内部交易的从获 涉及索得税的抵消的问题 也是结合立体来看 假公司只有A公司 80%的股权 是A公司的母公司 假公司2001年利润表中 劣势的营业收入 有5000万元 是当年向A公司 销售产品取得的收入 注意 我们做这种题目 一定要注意 什么 利流还是顺流 是不是啊 这到底是什么 这到底 向A公司销售 它是个顺流 那顺流呢 只要把内部商品的 为实际内部交易损益抵消掉 也就是说内部的交易抵消掉 不需要在另外再单独编制 抵消分路了 这一点我们前面说过 该产品的成本是3500万 A公司在2001年将该批内部购进的商品 60%实现对方销售 收入是3750 成本是3000万 也是与利润表装 还有另外40%形成期末存货 那这个存货的账面余额是2000万 对的 因为他买进来什么价 对方的销售收入是5000万 那意味着我们的买价成本就是5000万 5000万的40% 那就是2000万 假定该存货 未发生减值 那这个问题就简单化了 一旦发生减值了 这事情就麻烦了 考到这个题目 那相对来讲可能难度要大一些 如果考虑减值 因为减值也本身还涉及到锁的税的问题 锁的税率是25% 那下面我们看一下 假公司编制合并报版时 第一笔风路 我们前面已经学习过了 借营业收入 但营业成本 再存货 存货是多少呢 5000万乘以40% 没有实现的比例 然后再乘以毛利率 那这个毛利率我们这儿有 是不是 其实你也可以直接算 那这个位置内部交易损失1500 也可以把1500直接乘 1500直接乘以40% 乘以40% 可以了 那么你要算毛利率 那也可以一样的 是一样的 结果实际上是一样的 熟练以后 你都可以算 可以采用任何一个方法 5000万减去3500 那就是毛利 总的毛利 总的毛利1500 1500乘以40% 那就是600 没有实现的部分 那这样写出来是为了对应我们前面所讲的原理 这是毛利率 这是未实现的部分 好 上面这笔风路是我们学习过的 我们今天 关键是下面这笔风路 因为这笔风路 怎么去理解的问题 那下面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笔从货 在12月31号 合并报表层面上 占命价值是多少 我们不考虑减值啊 假定没有发生减值 在企业集团的角度 这笔从货的成本是3500 这是有 3500 总的这个从货 还有40%没有出售 乘以40% 那就是期末的 占命价值是1400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站在和平报表层面上 这个从货的占命价值是1400万 第二 这个从货的计税基础是多少 关于计税基础 我们在所得税的一章已经讲过 税务机关认为 从货 是谁买的 买了 什么价买的 计税基础就是多少 这个从货现在是在谁那儿呢 在A公司那儿 因为A公司买来的 A公司花了多大代价买的 2000万 就这40%这一部分 是2000万 所以站在税务机关 他不管 他不存在和平报表的概念 计税基础就是税务机关的一个 税务机关的一个 这个税务角度的 税法角度的一个名词 他是和和平报表没有关系的 谁买的 什么价买的 计税基础就是多少 对从货来说 谁买的 A公司买的 如果这个从货没有卖给A公司 在假公司那儿 那假公司成本是3500 那3500乘以140来算 那么问题是出售给A了 所以站在A的角度 因为税务机关就关心的是 谁买的 A买的 什么价买的 2000万买的 就这一部分 2000万买的 如果不考虑其他的因素 那你的积税基础就是多少 那就是2000万 其实这个2000万是相当于 站在A公司 个别财务报表角度的账面价值 好了 站在企业集团角度 这个从货的占面价值 1400万 而从货的积税基础 是2000万 那意味着 站在合并报表层面上 这个从货的占面价值 是小于他的积税基础的 所以产生了600万的 可理扣暂时的差异 对于资产而言 当占面价值小于积税基础 那就产生了可理扣暂时的差异 可理扣暂时的差异 怎么办 确认帝人所得罪资产 借DN所得税资产 带所得税费用 600万的25% 150万 那这笔风筒就是这样来的 那我们在做题目时 其实那就是在操考纸上算一下 在企业集团的角度 扣暂价值是多少 3500乘以40% 在这个计税基础是多少 说白了 计税基础 其实就是 A公司个别报表的扣暂价值 所以如果不考虑其他的因素 问题不特殊化的话 没有一些特殊的因素 影响的话 你可以这么理解 合并报表层面上的 占面价值 其实就是站在企业集团角度的 或者说 就是站在假公司角度 它的占面价值 积水基础是站在A公司 占面基础的 A公司的角度 占面价值 因为是A公司买下来的 这道题是顺流 因此站在企业集团角度 这个从货它没有 这个从货的占面价值是小于 积水基础的 产生颗粒购30元差异 而在子公司个别报表上 请大家注意 在子公司个别报表上 它其实是没有30元差异 我们不考虑其他的因素 个别报表上 它是2000万买的 买价2000万 也就是说成本是2000万 积水基础也是2000万 所以在A公司个别报表上 是没有暂时一个差异的 在合并报表层面上 它产生差异了 因此我们今天在编制合并报表时 要确认一个 地人所得税资产 好 这是我们这道题 从货 涉及所得税的快捷处理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第四个标题 是第三个业务 谁呢 固定资产 也有这个问题 我们也是集合教材 给大家看一下 A公司和B公司 同为假控制的两个子公司 A公司2001年1月1号 将自己生产的产品 销售给B公司 作为固定资产 A公司销售该产品的收入为1680 成本是1200万 B公司以1680万元的价格 将该固定资产作为它的原价入战 B公司购买的该固定资产 用于公司的 作为销售业务 我今天是提醒大家 那么考试的时候 你要细心一点 主要想达到这个目的 因为有的同学做题目 不管3721 反正都是管理费用 那这就不一样 这的折旧要寄到销售费用里面 该固定资产属于 不需要安装的固定资产 单元使用 投入使用 那就意味着 从下个月开始提折旧 其折旧连线为4年 预计进残值为0 B公司对该固定资产 确定的折旧方法 年限和预计进残值 与税法一致 与税法一致 对B公司来说 在他的个别报表角度 说明没有暂时因差异 因为我和税法保持一致 这一点我们在锁字税里面 就讲过了 我们和税法保持一致的话 那么我们就没有暂时因差异 我在锁字税那一章讲过 我说我们在实务工作当中 我们有时候给企业提一些建议 我们尽可能和税法保持一致 这样我们在锁字税规算进行时 尽量不需要产生较多的纳税调整 我跟你保持一致就可以了 为简化合并处理 假定该内部交易固定资产当年按12个月提折旧 按你说应该从下个月提折旧 但是我们教材这道题呢 他为了简化讲一个道理 那么我们做题目不可以这样 你不能简化 你要根据题目的条件 待会我后面会出这样的题目 A和B锁字税均为25% 另外呢 假定这是我加了一个条件 有了这个条件 那我们就简单了 否则还要考虑简值的问题 那很复杂的 不仅是固定资产本身简直需要抵消 可能还要涉及到琐碎的抵消 特别复杂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假公司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 有哪些抵消分落 首先第一笔业务 这个熟悉了 借营业收入 带营业成本 带固定资产原价 为实现这部交易损益480 根据题目的条件 1680减去1200 没有问题的 其实这笔业务编完以后 请大家注意 这笔业务编完以后 还有其他问题 但是我们教材这道题忽略掉了 这是一个什么 A公司和B公司 都是假公司控制下的子公司 那么A公司把这个商品 出售给子公司 出售给B 这是个平流交易 平流交易 要按照出售方子公司 出售方这个子公司 某公司 他对他的比例来抵消 归属于某公司的金预 然后按照出售方子公司的少数股东 对出售方的职股比例 然后抵消少数股东损益 那这个我们书上 因为前面他就没有介绍平流 所以这个题目里面 他就不考虑这些因素 给大家说明一下 可能有同学想到这个问题 那我在这给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我们教材 没有考虑这件事情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笔分 这个也没有问题 问题是这个 问题是这个科目 我刚才提示过大家 不要写错了 做题目 要根据题目的条件 如果这道题作为考题 我觉得有的同学 就是马达哈 反正不管什么 都是管理费用 那所以要细心一点 那你写错了 分没了 会做吧 会做的 这个很可惜的 接下来就是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第三笔分路 前面两笔分路 我们都没有问题 都没有问题 这个我刚才也说过啊 就按照权力来提折就算了 因为这是我们书山 这道题目 就这样假设的 关键是下面这笔分路 怎么去理解 其实固定资产 和前面重复是一个道理 那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步 我们仗在企业集团的角度 也就是合并抱败层面上 今天这个固定资产的 占名价值为多少 占在合并抱败层面上 相当于一个部门 领用另外一个部门 生产的商品 作为我们的固定资产 就像我们前面给大家 举例子所说的 在建工程领用库存商品 那今天就是将库存商品 领用作为固定资产使用 在企业集团角度 应该按照它的成本 172 作为它的入战价值 然后站在企业集团角度 按照172 提折旧第四年 一年三百万 这样呢 站在企业集团角度 该向孤零资产 今天的占名价值是 九百万 不考虑减值 第二个问题 这个孤零资产 今天的计税基础是多少呢 凡是讲到计税基础 你就看这个资产在谁那 在谁那 在B那 B的合并财务报表 和个别报表角度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B什么价买的 B是1680买的 1680买的 它就按照1680提折旧 那么结果是1260 也就是说站在个别报表角度 B的报表角度 这个存货 这个固定资产 它的占名价值是1260 计税基础也是1260 因为我们前面条件里面说了 B公司在提得救的方法 年限残值和税法都是一致 也就是说站在B个别报表角度 这个固定资产是没有暂时性差异的 但是今天不同了 站在企业集团角度 这个固定资产的占名价值900万 而计税基础是1260万 同样对资产来说 占名价值小于计税基础怎么样 产生了可底扣 暂时的差异 多少呢 360万 所以我们要确认 第一人所罪资产 360万 乘以25% 乘以25% 90万 带所罪资产 是这样来的 所以你把这个道理理解以后 你采取一个方法 就是我教你这个方法 我在超考试上 一 我算一下 站在合并报表角度 这个固定资产 占名价值多少 关于这个问题 我在固定资产那一节课 不是给大家还补充一道习题吗 那道习题 不就让我们算在个别报表 在企业集团角度 期末固定资产的占名价值是多少吗 然后你算基础基础 基础基础 其实就是B公司 个别报表的占名价值 因为不考虑其他的因素 这样呢 两个数值算出来以后 一笔角 一纳税还是可底扣就出来了 好 这是我们书上这道理题 接下来呢 我再给大家补充一道理题 我想说另外一个问题 乙公司系甲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甲乙公司 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25% 在有关可底扣 暂时性差异 转回期间内 甲乙公司 均能够产生足够的因纳税所得额 用于抵扣可底扣 暂时性差异的所得税影响 我们刚才书上题目 只是举个例子 说个道理 其实从出题角度来讲 我们往往会把这段话 抄上去 比较严谨 因为我们前面 所得税里面学习过 如果有可底扣 三十元差异 我们要考虑 是否有足够的因纳税 所得额与抵扣 那么现在甲乙公司 有足够的 那你就尽管产生多少 你尽管算多少就可以了 好了 不考虑其他因素 2022年6月30号 甲公司将其扎编价值为1300万元的某项固定资产 以12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已公司作为管理用固定资产 注意这道题是固定资产卖给对方也作为固定资产 并且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这道题想说的 我是什么怎么个价格出售的 扎编价值1300万 我是1200万卖给对方的 其实我是亏了亏了100万 甲公司因该项内部期固定资产交易 发生转让损失100万 假设已公司以1200万作为该项固定资产的原价入战 它不是1200万买来的吗 另外呢 该项固定资产上个使用年限为5年 那就按照5年提折旧 才有年限平均法提折旧 预计净残值为零 已公司对该项固定资产确定的折旧方法 折旧年限及预计净残值 与税法保持一致 假设该固定资产在 已公司以及企业集团角度均未发生减值 我们把问题还是尽量简单化一点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在和平报备层面上应该怎么样抵消 首先第一件事 我们前面学习过了 要将未实现对付交易损益抵消掉 这个抵消 请注意和前面所做的分路是反的了 考试题可能就是来个立下思维 我们平时做的多的都是 出售是盈利的 实现收益的出售 那么这到底呢 是发生损失的出售 因此编制的分路是反的 借固定资产原价100 代资产处置收益100 收益别写错了 这啥意思呢 在个别报表上 假公司将这个资产出售给已公司 其实假公司是亏损的 它是记载资产处置损益的界障 因此我们今天要从贷房抵消掉 因为站在企业集团角度来讲 我们还是原来的成本 没有发生赢 没有实现它的内部交易 没有实现它的损益 所以需要把它抵消掉 你原来在借房损失 那我在和平报备层面上就从贷房抵消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本身占面价值是1300 卖给已公司以后 已公司按1700入战的 因为它是1700买来的 它没问题 按1700入战 它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站在企业集团的角度来讲 这个固定资产相当于 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外一个部门 它的占面价值应该是保持不变的 还是多少 还是1300 而个别报表上 是按多少入战的 1200入战的 所以呢 我们要在个别报表1200的基础站 借固定资产100万 还原成企业集团角度的1300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只是反过来而已 好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调整折旧 我们前面举的例子都是 击减 充减折旧 今天是恰恰是反的 站在个别报表角度 它删1200提折旧 而站在企业集团角度 应该删到1300提折旧 那意味着个别报表提的折旧 多了还是少了 少了 所以我们在和平报表层面上 要补上这笔折旧 多少呢 100万为谁能不交易 损益除于5年 这道理是6月份的 所以考试要按照我们这样的 考虑月份 从下个月开始提折旧 所以乘以12分之6 10万 补题 因为这是管理用的 所以借管理费用 带固定资产 累计折旧10万 考试有可能会逆向思维 反过来考一考 我们平时做的题目比较多的 都是顺着的 好了 这是正常的处理 而且这道题也是个顺流 所以我们不需要额外考虑 其他的问题 接下来就是所得税的问题 所得税来了这笔分落 那这笔分落 借所得税费用 带DN所得税负账 我们前面是DN所得税资产 这是DN所得税负账 有的同学就搞不清了 一会儿DN所得税资产 一会儿DN所得税负账 他就搞不清方向 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 所以所得税并不是一件 很容易的事情 我们说合并报表 很多抵消分落 其实都是套路 你把它的规律 搞清楚以后 理解了这个思路 然后就是个套路 很多题目做下来 都是类似的 是数字改一改 但是呢 所得税这个事情太灵活了 我们前面讲过 所得税的题目 一会儿阴交所得税 一会儿DN所得税 DN里面 有的时候是DN所得税资产 有的时候是DN所得税负账 什么时候DN所得税资产 什么时候DN所得税负账 焦头难额的 一团浆湖 很难理解 因为它比较活络 那这块我们怎么去理解呢 你还是始终按照 我刚才教你的方法 第一步 我先不给你看这个版书 你自个儿思考 第一步 你先站在企业集团角度算一下 这个固定资产 截止今天 占面价值多少 第二步 说白了 你就是站在个别报表角度 算一下今天占面价值 其实就是它的积税基础 然后进行比较 对资产而言 占面价值大于它的积税基础 产生一纳税 暂时一差异 如果占面价值小于积税基础 那就产生可理构 暂时一差异 比如我们前面举的例子 教材例题 那占面价值小于 暂时小于它的积税基础 所以产生可理构 暂时一差异 那这道题呢 我们下面一起看一下 首先第一步 站在企业集团的角度 该向孤零资产的占面价值 站在企业集团的角度 原值应该是1300 所以呢 要按照1300提折就 13除以五年乘以十二分之六 接着今天是1170万元 再来看一下第二件事情 计税基础是多少 刚才是占面价值 那现在计税基础 计税基础说白了 就是个别报表中的占面价值 而个别报表 按什么金额提折就 1200万提折就 1200万 然后减去1200万提折就的 这是折就的金额 减掉 所以在个别报表上 占面价值是1080 个别报表的占面价值1080 其实就是它的计税基础 我们发现在这种情况下 占面价值大于计税基础 怎么样 产生因纳税暂时的差异 90万 因纳税暂时的差异 确认DN所得税负债 DN所得税负债多少 那就是90万乘以25% 这样就算出来22天 其实这个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前面的 未实现的物交易损益 减去 这个就相当于实现了 四年以后 我们这是几年 五年是吧 五年以后 那其实整个的 未实现的物交易损益 最终随着固定资产的使用消耗 就全部实现了 所以这个地方就相当于是 未实现的物交易损益 接着年末的未实现的物交易损益 乘以25% 其实我们总的一个思路 参照这个来更稳妥一些 更好理解 是不是 好 那这个讲完以后啊 我给大家归纳一下 一会儿DN所得税负债 一会儿DN所得税负债 其实我们如果不考虑 其他特殊条件的话 我们可以归纳出这样一个规律 包括前面从货也是如此 如果企业利物交易 是赚钱的 赚钱的 我说的俗一点啊 就赚钱的 什么叫赚钱的 其实就是售价大于成本 比如我们前面从货 看一下前面从货的题目 5000万销售价 成本人是3500 是不是 那站在假的角度 他是赚钱的 售价高于账面价值 赚钱的 DN所得税负债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产生了科里扣暂时的差异 通过这个分析 这是企业集团 叫做占面价值 你赚钱的 那意味着买方是高价格买 买方高价格买的 所以导致积水技术要高 高于你的占面价值 从而产生了科里扣暂时的差异 固灵资产也是如此 固灵资产 售价1680 成本是121200 所以 仗在 企业集团角度 他应当 1200算账面价值 而仗在买方 个别报表角度 正是因为你是 售价高于成本赚钱的 所以他的买价要高 比你的成本要高 或者说比你的占面价值要高 既然比你的占面价值要高 他代表的就是积税基础 所以就产生科里扣三十亿差异 因此我们大的一个方向 粗略的来判断 如果是赚钱的 也就售价大于成本的 那就产生科里扣三十亿差异 确认地验所罪资产 反过来说 我们俗话表示 亏钱的 亏钱的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售价低于成本 这就是我刚才给大家举例子的一个原因 比如我们这道题 成本是一千三百万 售价是一千二 亏着卖的 那就产生因纳税三十亿差异 确认地验所得税负债 为什么呢 相信大家能够理解 既然是亏着钱卖的 那么你卖给对方的售价 比我的占面价值要低 那也就意味着积税基础要小于占面价值 对于资产来说 积税基础小于占面价值 那就产生因纳税 暂时赢差异 所以我们在做题目时 一个粗略的判断 就是这样一个口诀 大家记着 赚钱的可理扣暂时赢差异 确认地验所得税资产 亏钱的产生因纳税暂时赢差异 确认地验所对付债 掌握这样的规律 你发现你做题目好多 其实就是这样的套路 你验证一下 当然我们总的要求是按照这个思路来判断 是不是 这是我教你的方法 否则你不知道这个分路是怎么来的 按照这个方法 这是基本原理 你暂时一差异就是根据扎民价值 企业集团角度扎民价值 与基础基础性比较 才知道是因纳税还是可理扣 好这是基本的内容 其实所得税的题目 要说想复杂一些 还是可以复杂的 当然一般情况下 我们先把这些基本的问题找了 然后后期我们通过习利班 练习一些题目 再有所提高 好那么有关所得税的内容 我们就学习到这 接下来我们学习最后一节 合并现金流量表的编制 关于这个问题我说明一下 我们在考试题里面 一般情况下是不要求我们编制 他会说括号 不要求编制有关合并现金流量表的抵消分路 OK这是好事 那我就不用管他是不是 但是有的年份考试题 考到合并现金流量表的抵消分路 什么意思呢 他没有说 没有说不要编制 那就意味着怎么样 需要编制 但我们的问题是 他没有说 恰恰我也想不起来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平时做题目 做的比较多的都是前面 资产负债表的抵消 利润表的抵消 而合并现金流量表的抵消 很少很少 因此呢 没有这样一个概念 那就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啊 题目说了不要求编制 哦我知道了 不需要编制 题目没有说 那就意味着需要编制 而这一门题目没有说 所以我也想不起来这件事情 因此这一块有时候就会被一路掉了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那就是有的同学在思考这一点 不要说合并现金流量表 我连个别现金流量表还没搞清楚呢 我编什么合并现金流量表 所以这一块它有点放弃的感觉 那这一块也请大家注意 一两分的两分的问题 主关题里面可能会涉及到一分 那么客观题那可能是两分 那你不能这个啊 这两分不要了 那两分不要了 所以导致有的同学 客观题最后得分很低 因为很多内容 有相当一部分内容 都是在你的判断下 认为不重要 所以就放弃掉了 导致客观题的得分率 要低于 反而低于你主关题的得分率 这是要引起重视的 你要以百分之百的 就是一百分的要求来学习 所有的都要学习 这块既然老师强调了 那么需要掌握 考到了那你这个分数 你学了那你就拿得到 如果说你这块想放弃了 然后考到了那也拿不到 这个地方也两分没有了 那个地方两分没有了 所以你最后客观题没多少分数 客观题拖后腿 所以关键还是客观题 主观题呢 主要是一些计算 平时做的法还是挺多的 那客观题这一块要引起重视 所以这一块我们还是要花时间的 那下面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问题 合并现金流量表的概述 也就是说站在企业集团角度 企业集团内部现金流入或者流出 那都需要抵消掉 比如我们前面举的例子 某公司销售商品给子公司 支付子公司支付了银行存款 站在假公司角度 收到了银行存款 那么假公司在编制 它的个别现金流量表时 它把它收到的 比如金额1000万 它记载现金流量表什么地方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了现金 它列了个1000万 而子公司在编制 它的个别报表现金流量表时 它列在经营活动的流出 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填了1000万 今天我们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 前面说过 把某公司个别报表抄过来 把子公司个别报表抄过来 然后合到一块 这样合到一块 你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 整个合并现金明案表上面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 有一千万在这 内南里面有一千万 然后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也有一千万在那 虽然净额是为零的 但是现金流量发生额 流入也有一千万 流出也一千万 也是一千万 而这个流入和流出 是企业集团内部的 所以需要抵消掉 我们要求合并报表 里面的项目内容 是反映外部单位的 比如销售商品 提供老五收到的现金 我们应该收到外部单位 购买商品 接受老五支付的现金 是我们支付给外部单位的 而企业集团内部的 需要抵消掉 因此就有了我们今天 合并现金流量表 编制的问题 那下面呢 我们就学习 有关合并现金流量表 在编制时 主要的一些抵消项目 如何抵消 怎么去理解 首先看第一个业务 某公司与子公司 以及子公司相互之间 当期以现金投资 或者是收购股权 增加的投资 所产生的现金流量抵消 怎么理解呢 我们下面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 转让企业集团外 其他企业的股权 画个图表 这是母公司 比如是甲吧 这是子公司 乙 乙公司原先 持有集团外的第三方 B公司的股权 比如一百万股 然后今天呢 乙公司 将持有的丙公司股权 转让给甲 那么甲 甲令给了他一千万 张在个别报表角度 子公司实际上是将股权转让 属于投资活动的现金流入 在乙公司个别现金流量表 什么项目反映呢 收回投资 收到的现金 而站在母公司个别报表角度 他购买了一项股权 也属于投资活动 但他属于流出 他这个一千万填在 他的个别现金流量表 什么位置呢 叫投资支付的现金 那么今天我们站在企业集团的角度 站在企业集团的角度 这是企业集团内部 一增一截 需要将其抵消掉 那这个怎么抵呢 你这边收到的 收到我们从现金的角度 借方表示增加 是不是 贷方表示减少 那么站在企业集团的角度 这个项目是增加的 个别报表增加了 我们从贷方把它冲掉 然后这个项目 本在个别报表上 相当于是减少了现金 理解为相当于原先在贷方 那么现在从借方把它冲回去 所以就有了下面这笔分落 抵消分落 借投资支付的现金 注意 这是借方 贷收回投资 收到的现金 这笔分落怎么去理解呢 我在这写了个提示 借方 借记表示现金流出的抵消 贷记表示现金流入的抵消 教材上没有这样做的详细 我在这给大家归纳了一下 什么意思 刚才分析了 在个别现金流量表上 乙公司是流入的 对现金这个项目来说 相当于是借方增加了 在假的个别报表上 现金流出了 相当于在贷方 那今天我要将它两个都抵消掉 所以要从相反的方向去抵 借投资支付的现金 贷收回投资 收到的现金 你原先是收到了 那我今天从贷方把你冲掉 你不就抵消掉了吗 你原先是流出的在贷方 我今天从借方把你冲掉 编制这样的一个抵消分路 好了 原理搞清楚了 我告诉你 你的问题在哪 你不会写会计分路 它不像我们前面 资产负责表 利润表抵消是那些会计科目 比较熟悉 这儿我告诉大家一个问题 合并现金流量表的抵消 如果是主关题的话 编制抵消分路时 都是以现金流量表中的 现金流量的各个项目 作为会计科目 那一听你就头大了 你要把现金流量表 从第一行销入商品提供 老五收到现金 每一行背下来 第二行收到的税费绑还 第三行是其他与经营活动 相关的现金流量 现金流量 收到的现金 其他与经营活动 收到的现金 那这些都要把它背出来 一直到最后 这样才能完整的 拿到这个分数 有同学一听要放弃了 没有那么容易的 都那么容易的 那人人都能考到几十六十分 所以就看谁有付出更多一些 那这一块听出来没有 道理明白了 还会写得出来 实在写不出来 那你也胡周也得写上 一个字不写 那真的是放弃了 你要给出题老师 给阅卷老师 给你分数的机会 你写的不是很严谨的 或者说我要求大家是一字不差 可能写错了一点点 但是也要写出来 写出来一定比不写要强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怎么抵消 那就是刚才所说的 转让企业集团 外的其他企业股权 比如像刚才举的例子 子公司 把它持有集团外的丙公司股权 转让给假了 在出售方角度 它在投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 什么地方 收到 收回投资 收到的现金 那就像我刚才说的 万一我写错了 写成收到投资 收到的现金 也要写 也可能就给你分数了 然后在买方 它也是作为投资活动 它在什么地方 投资支付的现金 那也难以 那现在我们要从相反的方向 把它抵消掉 这是把道理说明一下 接下来 另外一种情况 某公司对子公司的投资 某公司 假 要注册一个子公司 那要进行投资了 那么 对于某公司来说 它要涉及到现金流出 对子公司来说 它涉及到现金流入 我画个图表来说一下 图表非常直观 比文字要好得多 假定 假公司和乙公司 两个人 他说我们一起注册一家公司 设立一家公司 谁呢 丙公司 假出资八百万 乙公司出资两百万 那假公司控制丙公司 那么假公司 形成它的母公司了 乙公司是它的少数股东 仗在母公司个别报表角度 这是一项投资活动 现金流量 填在哪 流出 投资活动 投资活动 现金流量 填在哪 投资支付的现金 有这么一个项目啊 现金流量表里面 有这么一行 其实这一家公司 也是填在这 他们的性质是一样的 业务是一样的 我们今天关系的是 假和丙 某子公司 跟他没关系 那么 对丙来说 他总共收到多少了 一千万 他填在哪 他是叫筹资活动 对丙来说 是接受投资 他是筹资活动 筹资活动填在哪 筹资活动的第一行 吸收投资 收到的现金 多少 一千万 在丙的个别报表上 他填一千万 没错 因为他收到两个人的钱 他填一千万 今天 假以公司 形成母子公司 需要编织合并报表 站在企业集团角度 这里面有一个八百万 那属于内部的万来 需要抵消掉 那怎么抵 请大家告诉我 我刚才已经讲过原理了 他是流出 他是收到流入 那么这个分路怎么抵消啊 借发借谁 借流出 带流入 带流入才把抵消了 是不是啊 抵消掉了 借什么 借投资支付的现金 带吸收投资 收到的现金 OK 八百万 注意八百万 不是一千万 那有人说 那你的还有两百万 不能抵消 那不用抵了 以公司是少数股东 是属于企业集团外部的 那企业集团外部 对我投了两百万 那是对的 那我是我的 现筹资活动 流入两百万 那本来就应该有的 那这个那个不需要抵消的 我们抵消的是母子公司之间的内部的交易 好 那这样一讲呢 这笔分路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借投资支付的现金 带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那这一块道理理解了以后 你要会写 所以这些 会计的科目 也就是说现金流量表的每一行 你要能背得出来 好 那下面再看第二个业务 母公司与子公司 以及子公司相互之间 当即取得投资收益 收到的现金 应当于分配股利 利润 或者说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相互抵消 对的 一种情况是 母子公司之间 子公司宣告分配现金股利 比如刚才我们这画的图表 投资以后 子公司项目补动 宣告分配一百万股利 其中母公司收到八十万 少数股东收到二十万 你是流出 流出 什么活动 筹资活动 筹资 假公司收到八十万 什么活动 投资活动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集团内部的这个八十万 需要抵消掉 另外一种情况是利息 那是什么意思 一方发行债券 另一方投资购买的债券 涉及到利息的收付 也需要抵消掉 那么编制什么样的分路呢 我们下面给大家 也是画个图表来说 其实就是刚才那个图表 我已经表达了 当初他俩投了一个百分之八十 一个百分之二十 今天子饼公司实现利润了 他要分一百万 假公司分得八十万 少数股东分得二十万 在饼公司 这属于筹资活动 筹资活动流出 哪一难呢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 支付的现金 而刚才假公司角度 这是什么活动 投资活动 什么难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那今天怎么抵消 请大家把这个分路 自个儿说一下 借流出代流入 借什么 借分配股利利润 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代完贷什么 贷取得投资收益 收到的现金 金额八十万 这个二十万不要抵消 它是企业集团外部的 所以这和前面讲的道理 是一样的 那就有了 我们刚才这笔分头 借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 支付的现金 代表在取得投资收益 收到的现金 原理听懂了 还要能背得出来 这是对大家的要求 除非你不想得这个分数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三笔业务 母子公司或者说子公司之间 以现金结算债权债务产生现金流量 这里面分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 企业集团内部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所产生的现金流量 某公司向子公司销售商品 然后比如说一种情况是直接以现金支付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形成的奢销 应收或者应付 然后后期偿还了 这都会涉及到现金流量 内部的现金流量需要进行抵消 那怎么抵呢 注意这样一笔分路 这很好理解 比如母公司销售商品给子公司 母公司销售商品给子公司 售价是一千万 注意营业收入是一千万 对某公司来说营业收入一千万 而且呢子公司支付了现金 这个时候做题目请大家注意 如果题目不考虑增值税 那这就是一千万 一千万 如果这道题考虑增值税 题目说了13% 那请注意 那要写1130 我这写个提示 因为在现金流量表中 这两个项目 其实都是含税的 含增值税的 一方是销售商品提供老五收到现金 比如母公司销售商品 它是收到现金 借它是收到现金 是销售商品提供老五收到现金 这一道里面有1130 买方将购买商品接受老五支付的现金 它填上1130 那今天我们抵消是借流出 带流入 总的方向要对 借流出带流入 然后项目名称 这两个项目大家应该很最熟悉的 那考试题 它往往考什么呢 母子公司之间销售商品 需要抵消前面讲过的 然后如果需要编制现金流量表的话 还要设计这样的分路抵消 再看第二种情况 内部晚来 母子公司之间可能有些其他的业务 是内部晚来 那这个内部晚来在个别现金流量表装 分别是收到其他 以及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都是根据前面讲的要求 总的方向是借流出带流入 你的问题还是背不出来 所以需要花点时间 然后把我们讲义 至少把讲义上所写的这几个版书的分路 会默写 一字不差的 平时都花点时间 其实多写几遍 自然而然就记住了 那接下来我们看第四笔业 当期销售商品 所产生现金流量的抵消 刚才讲的是债权债务 当期销售商品有分不同的情况 一种情况是 母子公司销售没有形成固定资产 这些没有形成这些长期资产 说白了就是母公司卖给子公司 子公司也作为从货 母公司是从货卖给子公司 打比方说母公司出售给子公司 母公司是从货 然后子公司购进来也是从货 并且支付现金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和前面讲的分路是一样的 借流出 代流入 借购买商品 接受老五支付的现金 代销售商品 提供老五收到现金 那这笔分路跟前面有什么区别呢 跟这笔分路有什么区别呢 告诉大家 我们书上讲的意思 在这讲的意思是 我今天销售 我今天就收到了这笔钱 叫现销 前面讲的意思是 你看这不讲了吗 现金结算债权债务 债权债务 什么意思呢 就说当初我是奢销的 当初是奢销的 然后今天还钱了 所以这道题在编制 几销分路时 前面是借应付账款 代应收账款 然后今天还款了 应收应付是没有了 但是要编制这样的分路 你现金内部有交易的 好所以这两笔分路 分路是一样的 它的经济背景不一样 这是奢销的情况下 我们书上讲的是这个意思 那么今天偿还了 要结算了 那既然结算了 那就以现金来收付 所以需要抵消现金流量表 如果奢销没有偿还 那不需要现金流量表的抵消 那就是资产负债表的抵消 那么现在讲的这笔业务 是现销的 今天就给钱了 那么没有应收应付的抵消 但是有现金流量表的抵消 第二种情况是 形成长期资产 这也可以理解我们前面不是讲过了吗 我们购买商品进来以后作为固定资产 那这个时候抵消分路跟刚才就不一样了 因为刚才这两个都是经营活动 那你现在购建来形成长期资产 那是投资活动 所以我们编制的分路不一样 借方借构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这一个科目就十几个二十个字啊 所以说写不出来 代方代销售商品提供 老五收到的现金 为什么呢 因为支付的那一方 买方 他作为固定资产 所以他支付的这一笔钱 比如一千一百三十万 他作为投资活动 列在构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这一栏里面 他是流出 所以借流出 代房代流入 我们这边是销售商品 所以是销售商品提供老五收到现金 进行抵消 再来看第四个问题 某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 处置固定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 这也是固定资产 那这个什么意思啊 一方是固定资产 然后转让给另一方 也作为固定资产 那说明 仗在出售方来说 这是投资活动 仗在购买方来说 也是投资活动 他是转让固定资产 他是购买固定资产 所以此时的抵消分路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借构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买方呢 他把流出的这笔钱 比如金额是1130 1130 他要填在哪呢 是构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这一档里面 卖方呢 是作为流入 这是流出 流入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收到了现金 注意这两个字 我做记号了 颜色标出来了 他要多两个字 净额 有同学就背不出来了 背不出来你也写啊 你实在不行就写 构建固定资产支付的现金 但处置固定资产收到的现金 写比不写要强 有可能还会给你分数 那么严谨一点说 一字不差的写出来 而且这两个字别丢了 上面没有金额 下面有金额 这啥意思呢 关键还是你要对现金流量表的一个密解 企业处置固定资产 有可能还发生清理费用 那么这笔经济有现金流入 清理费用发生现金流出 这个流出的金额直接就抵消掉了 合在一起了 所以叫净额 所以叫净额 这里呢要注意一下 好 因为在报表里面这个项目金额 项目的金额就是 项目这个名称就叫净额 所以我们在编制会计分约室 就以项目的名称 作为我们的会计科目 这个一字不差的要写出来 那么我们这也是1130 1130 接下来我们看第六比业务 那就是某子公司或者子公司之间 当期发生的其他的 这个就是一个都底条款 其他的那其实还有很多的 那这个要根据题目的条件 那足以判断 我们也无法一一列举 所以它只是个都底条款 重点掌握的是我们前面 括号一到括号五 涉及到的会计分录 会计分录要背下来 好 那么有关现金流量表的内容 我们就讲到这 那这节课我们主要讲的 就是一个是所得税的会计处理 一个是现金流量表的内容 下面呢我们对这一章作为小节 这一章的内容非常多 总共有11节 第一节呢是合并范围的确定 注意一下客观题 第二节呢作为了解就可以了 主要是帮助我们理解 合并报表如何编制 然后第三节和第四节 这些都是重点的章节 那这一些呢 在主观题里面都可能会体现 结合我们前面的 长期股权投资出题目 然后接着第五第六 第七 第八这是内部交易 这个我们前面讲过 按照一定的模板 每一节呢 每个问题 我们都给大家呢 讲一下 按照什么样的套路来做 其实掌握这个规律了 其实就是数字改一改 最重要的就是第九节 特殊交易 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处理 这个大家需要多花一些时间 把不同的类型 都要去掌握 当然你在听课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 我在讲的侧重点 有些其实是不太会考的 所以呢 我们可能不需要掌握 所以我们要花时间的地方 那是你要重点掌握的 针对这种每一个知识点呢 你要相应的题目 都要多做一做 然后第十节 所得税快捷处理 其实你理解了 我们前面所讲的 所得税的处理啊 它主要是涉及到 地缘所得税资产 地缘所得税负债的问题 也是有一定的规律的 还有一点呢 就是我们在做题目时 我们首先把前面最基本的 业务抵消做完了 然后所得税 实在不会的情况下 我们所得税就不做了 并不说 哎呦 那那消极的态度 不是这样的 因为在考展上 我可能时间来不及 我先把主要的部分 会做的部分做掉 然后所得税这一块呢 其实它分值不高 那么我可能 也做个取舍了 实在我解决不了的话 我就不花太多时间 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因为毕竟我们不是要求考一百分 我们真确能做一些就做一些 当然也不能因为在这个 所得税上面花太多时间 导致我们其他的题目没做完 那这是要注意的问题 然后最后一节 合并现金流量表的编制 这个我们前面刚才讲了 主要是一些抵较分落 你要注意一下 报表的名称这个项目 怎么去 要默写的出来 我们尤其我们在讲的时候 有几类业务啊 你把那几笔分落 把它要默写出来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一章我们就学习到这 下集合我们再见